是一样的东西 昨天那个 鼠庙是不是 你不是跟他们讲 在六十月有答案吗 不能靠这句话 最简单的就是你看三十八章 第四节 对不对 三十八章第四节 这三十八章是西西加病得要死 然后这个时候 他就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求你 今年我在你面前这样 完全的心诚实证实 行事又做你眼中开为胜 西西加就痛哭了 所以这个时候 耶和华就派人去跟 到以赛亚 耶和华就派以赛亚去跟西西加说 他说我听见你的祷告 看见你的眼泪 我必加征你十五年的寿数 他说 并且我要就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 也要保护这城 对不对 他说 我要 就是说 我要就你跟这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 也要保护这城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怎么样 这个时候呢 当神跟他讲话的 三十八章神跟他讲话的时候呢 这个城还没有脱离亚述王的手 这个城呢 还是在面临亚述王攻击他的时候 对不对 那他是因为 可能是impending 就是说这个亚述王要来攻击他们 所以而且他这个时候生病 王又是生病 然后大军又临头 就是叫做内忧外患 所以 那而且神说你要死了 所以他就在那边哭了 那所以神就说 跟以赛亚说 好 我给你多十五年 那然后呢 而且呢 我要就这个城 他就你 他要就这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 要保护这城 OK 那神给他应许的这个 这个 给他这个应许 有没有应验 有啊 有应验 在哪里应验 在三十六三七嘛 就在三七章的 最后的三三截到三十六 三十八截 是不是 这三十三到三十八就应验了嘛 所以就这么简单了 所以三十八三九一定要先发生 然后三十七三十八 三十六三十七才应验 对不对 你要是说三十六三十七 已经发生了 这个城已经被解救了 那三十八章怎么又说 神要拯救这个城脱离亚述 除非他 他死了以后马上要来攻击第二次 对不对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三十八三十九先发生 神说我一定要拯救你 所以三十六三十七呢 就果然 这个城得到拯救了 好 而且呢 这个很合乎历史 是为什么呢 因为 三十八三十九呢 那个巴比伦王为什么来看 来看这个西西加 是因为 那个时候亚述是大国 巴比伦呢 也同样是被亚述欺负的 所以他就来到西边 联络 联络这个 联络 犹大 这个国家 亚修达 联络 这个 非利斯人 联络他们一同起来 联合对抗亚述人 所以 所以才为什么 这个 为什么这个 西西加要把他的军库给他看 这个等于是要他们要在办这个军事联盟嘛 对不对 你 你为什么要带 你带一个总统去阅兵 为什么带他去阅兵 你看我的军农有多壮大 我们可以 有共同防御条约 我们可以共同对抗某个敌人 就是这样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所以呢 所以 但是呢 可是呢 这个巴比伦的这一次呢 没有成功 因为巴比伦也起来缓嘛 但是被亚述平息了 这是历史上 他就被亚述平息了 亚述打到 耶路撒冷的时候 神就把他 把他拿掉 那巴比伦是在以后就成功了 但在这次巴比伦并没有成功 OK 所以 所以最主要就是说 你从圣经上看的就是 因为 38章的第4节到第8节提到 神说我要 救你这个城 脱离亚述王的手 也要保护这个城 那什么 什么地方应验呢 就在36章37章应验了嘛 可以吗 OK 好 所以 这就很简单 主要就是在38章的第4节到第8节 所以你要是看到36章第4节到第8节就是 神的话 我要保护你 脱离这个 脱离 脱离亚述王的手 你要是有写到这个 那就有一分 没有写到就没有分 OK 他有什么 他答案有些什么问题的 你觉得他可能讲对了 可能有知识而已 你可以念给我听 还有没有其他的理由 有没有 没有 OK 好 那是 这我们谈论两分了 第三题 为什么圣经以赛书要如此记载 这样的安排 再讲一下 对不起我没听到 OK 当然有很多预言 没有 他是把实线的先写在前面 然后预言写在后面 对 那为什么这样写 一般你是先写预言再写实线 但是他是先写实线再写预言 对 所以你表示说那个理由就不是 还有没有 Anyone 你们都是勾异郎 你们都是 故意人 你再说一次 十五秒 你刚刚说什么 OK 很好 很好 因为他 前面的 我们提到3927 对不对 前面是审判 后面是restoration 后面是复兴 对不对 前面的审判 主要是借着亚述来审判他们 后面的护心是从哪个国家得到护心 是从巴比伦的掌控之下得到护心 我们昨天有讲到这里 是不是 所以他很自然的就把38 39放在前面 因为38 39是亚述给他的 他就把那个后面那个西拿基利被灭的这个事情 虽然比较后面他把它放在前面 但后来呢 他要从巴比伦得到护心 那所以从40章开始就要提到他怎么样从巴比伦那里护心 所以他把巴比伦放到后面 所以就接过来到40章就一直接下去了 因为他提到巴比伦 他提到巴比伦 神不是跟他讲说将来我要 在巴比伦王宫里里面有很多人当太监 对不对 然后40章开始就提到要从巴比伦当中得到释放 OK 就是这样 就是为了他把这两个对掉 所以让后面的复心人 从巴比伦里得到复心人就可以全部连在一起 Got it? Clear? Not clear? 你再想一想 现在问题是有一些注解书呢 他连这个都没有看出来 所以他的注解会跟你讲到说 那个巴比伦王去看伊赛亚 去看西西迦是因为西西迦打赢了 所以就给他恭喜 That's totally wrong 因为事实际上是巴比伦去看西西迦呢 是想跟他联盟一起来对抗巴比伦 OK 所以那个时候仗还没有打 阿弥一起对抗亚树 OK 所以这个 好 那么就是刚刚假如说是那个理由 对了一半的就给半分 OK 像你提到说后面要接到巴比伦 那前面呢 是跟亚树有关系 因为前面审判都是从亚树来 OK 所以那个呢就是说两个都写 前面接亚树 后面接巴比伦 好 要是两个都写就是一分 那只写一半就是半分 好 然后交给我 把考卷交给我 OK Yeah either one or two or three OK Yeah Just write the grade 然后交给我 OK All right 那假使那个分数给错的话 我就从 我就从你的分数扣 OK All right 你们听到了 你们乱改的话 我就从你的成绩扣 OK All right Dewa 好 我们一起祷告 天后我们谢谢你 我们把这段事情交在你的手中 愿你恩待我们 让我们今晚上一同的学习 有圣灵的引导 有主你的帮助 让你的话语能够印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能够活用你的话语 主 因为知道你永不改变 以前是什么 是怎么样现在将来还是一样 主 我们谢谢你的信使 谢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自己的慈爱 也愿你帮助我们预备 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用的仆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 假使你知道怎么思想 想得好的话 你会是一个很好的律师 你在想为什么 主耶稣的时候很多他们叫律法师 有没有 还有那个文士律法师 他叫他lawyer 律法师 你知道你要是在美国的话 他要打法律的事情的时候 打官司的时候 那个犹太人的律师很厉害 犹太人律师很厉害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 Always being trained 因为在律法里面 你要思想 你要思想 那就是 其实他就是把这个 摩西五经这里跟这里 怎么样合 怎么样能够协调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 所以they are well trained 所以你要是能够思想 就像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些问题 你要是能够这样思想 其实它是很逻辑的 那你要是能够回答刚刚的题目 这就跟你考那个L-set 考那个律师的那个 进华里系前置的考试就很像 就是很多是逻辑 考你逻辑的观念 所以 所以那个 一个 一个神学家呢 是思想很清楚 好 那 我们上次 提到以下书的 他的护照 然后 我们 我们就来稍微来看一下 稍微来看一下以下书 那 好 我们 今天呢 就是 我们常常会想到说 假使将来 知道我在小的时候 常常听到人家一个讲话 就是你将来假使 做领导的人 人的话呢 你要这个 你要这个善待穷人 好 那你要 就好像那个 富人都是很 很糟糕的 好 所以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 要 要把那个 多少把 富有的人的钱财啊 拿去帮助穷人 好 因为 因为富人多半都是 就是 很不好 才会 才会 赚钱 好 很多 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话 但是你注意去看 好 在 在那个 以色亚书 还有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时候 常常不是这样子 他 他就是 提到呢 就是 提到说呢 他就说 啊 他说 十一章的时候 他说 好 十一章第四节 他说 将来的弥赛亚呢 要以公益审判 贫穷人 以正直判断 世上的谦卑人 以口中的仗击打 十戒一嘴里的气 杀入恶人 所以这个公益呢 基本上是一个 两刃 他就说 他用公益审判贫穷人呢 意思就是说 也不允许富有的人 仗势欺负他 但是同时呢 贫穷人也是要一样 同样要遵守法律 不能够是因为贫穷 所以就受到特别的对待 就是等于是法律是一个blind的 法律是一个 在法律之前呢 是 是等于是 就像那个 美国的那个法律 他是一个女的 然后眼睛蒙起来 对不对 然后拿着一个天秤 来看称这个证据的轻重 看哪一边对 所以他眼睛蒙起来 就是他不看你是有钱还是贫穷 就看这个证据 那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公平的法律 我不看你 因为你比较贫穷 就比较好对待你 没有 也不会说 因为你是总统的孩子 就特别对待你 没有 或是你是 叫书记是不是 叫书记还是什么 总理 总理 OK 总理啊 或是书记啊 或什么孩子 No The same thing 这个才是一个 才是一个公益的一个审判 好 所以 所以那个 你看 所以这里提到的 所以你看那个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的地方 他说 他说 第二节 他说 岂不知道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若世界为你们所审 这个是指的将来啊 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 第三节 岂不知道我们要审判天使呢 何况今生的事呢 OK 所以他意思是说 我们将来是要审判世界 审判天使 那今天呢 有很多在你旁边发生的事情 他这里当然是指着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 难道你不能审判吗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 你要小心就说 那个中文那个论断两个字 其实就是审判的意思 好 那到底可不可以审判 基督徒可不可以当法官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当法官你要审判 其实 那个我们换成论断 就是judge 就是judge 那圣经 很清楚讲说 judge not so you will not be judged 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就是说你不要审判人 免得你被审判 那到底什么意思 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审判 可以 不可以 可以 应该是可以 那主要 所以你在审判的时候 主要是说你不能论断人 免得自己也被论断 就是judge not 就是审判的意思 不能审判人 免得你也被审判 因为 为什么我这样这样问呢 因为 因为在美国 他有时候是要你 去法院 帮忙做陪圣团 那常常有 我被叫去的时候 每次他们 他们会问 就是他们要选陪圣团 他就先问说 你的职业是什么 那我当时说 我是牧师 他说 can you judge 他就问我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可以论断人吗 我说 of course I can 但他不太放心 所以他都不选我 因为圣经上讲说 judge not less you be judged 对不对 他说 不要论断免得人 人论断你 就是不要审判 免得人审判你 所以到底什么意思 因为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将来 以赛亚 以赛亚所预言的 弥赛亚来的时候 他是要审判世界的 而且他审判世界 是跟谁一起 带着谁一起审判 带着你 带着我 OK 那当然你不要以为说 你今天基督徒将来就能够审判了 因为假使你在这世界上都搞乱七八糟 你知道 其实在这个整个世界里面 你的成长过程 是跟你将来在神的国度 担当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是不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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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五个聪明的童女 五个愚笨的童女 到时候 新郎来了 主耶稣来了 这聪明的童女就进去了 那愚昧的童女还在去找游的时候 他进不去了 他在外面的黑暗中 哀哭怯止 那个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那个是在将来 你看新圣城耶路撒冷里面 他说里面没有黑夜 只有白昼 也没有日月光照 因为那个城 神就是光 神就在那里光照这个城 所以这个城里面 没有黑夜 所以比较起来 外面就是黑暗 里面就是光明 所以那个愚昧的童女 就是没有 就是她没有预备好 所以她不得进入 那个新圣城耶路撒冷 那个是将来迁徙年度的时候 的一个行政中心 行政中心 这个越讲越多 那个不是不跟你讲 而是越讲越离题 那个因为 因为将来呢 他提到这个 新圣城耶路撒冷 长宽高都是一千四百 一千四百英里 都是四千里 都是一千四百英里 一千四百英里 说美国呢 从北边的米尼 收到到南边的 德州那样子 那东岸西岸呢 稍微还不到 东海岸到西岸 稍微窄一点 OK 那我们没有问题啊 他说他 他的长宽都是四千里 但是问题上 他的高也是四千里 但是高是一千四百英里 是很不得了的东西 一般你搭飞机 去台湾的时候 那个飞机会多高 你有没有想过 那飞机会 差不多十公里 十公里 差不多是六七英里高 那已经很高了 飞机会六七英里高 对不对 事实上你从 这样飞机 失速掉下来的话 还要掉好几分钟 才掉下来 对不对 所以他是六七英里高 那你想想看 这个成家是一千四百英里 飞机会不过去哦 懂不懂 那就变成 就是以后就 变得要骑马了 因为飞机会不过去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 他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说从天而降 但是他并没有写说 降在地上 所以可能神把 新圣城耶路撒冷 预备好的时候 他就把它带来 带来可能就在 就好像一个卫星一样 就是停在空中 就有点像你 你现在在做这个 太空站 太空站 对不对 不是 世界各国在联合 做太空站 做好就放在天空 那也随时可以到上面去 所以你看很有意思 因为长宽高 他那个高 主要那个高是post a problem 所以唯一的方法 就是他在上面 所以 而且你看这个 将来 他说 新天新地来的时候 旧的天地都要汇去 像那个衣服卷起来 卷走 但是假使你看 启示录最后20章到22章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 新圣城耶路撒冷 他并没有提到 新圣城耶路撒冷被汇掉 没有 新圣城耶路撒冷出现以后 那个时候 就是在 在那个 迁徙年度的时候就出现 因为迁徙年度 我们刚刚提到说 狮子吃草 对不对 蛇要 小孩子要跟这些动物玩 小孩子要跟蛇玩 所以不会伤害他 然后他提到说 活到一百岁 死掉的叫什么 夭折 可是表示还有死亡 对不对 在新天新地的时候 不会有死亡 因为不再有死亡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 就像你今天你在美国 你可以活得比较久 你要是在那些比较 落后的地方 你会活得比较短 因为那个生活的情形 比较差 那将来在 将来在那个 迁徙年度的时候 主耶稣亲自治理一千年的时候 这个世界非常的成平 非常的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 动物跟人安居乐业 然后人也活得很长 然后彼此的关系也都很好 所以你要把那个 把毛枪打成犁头 对不对 你要把刀剑变成那个跟踪的器具 所以你会发现非常的好 但是呢 还是有患罪的地方 还是有不好的地方 所以他才会提到说 将来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 在启示录的第21章的地方 他说 21章的27节 他说 你看25节提到 城门白昼总不关闭 在那里原没有黑夜 21章的25节 所以在里面是没有黑夜的 那26节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归归于那城 反而不洁净的必那行 可争与虚仿之事的 总不得进那城 只有名字写在高阳生命车上的 才得进去 所以你看到这个不洁净的 表示那个时候还有不洁净的人 同样的你看那个 他说22章的15节 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 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 并且是喜好说谎言 编造谎 虚谎的 那所以这样的人呢 必和神的国没有份 那神的国呢 就是指着 很清楚地指着 能够进到新圣城耶路撒冷里面的 OK 所以这里23到22章呢 因为他提到 新圣城耶路撒冷呢 是在千禧年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然后千禧年度结束以后呢 这世界要roll up 然后进入新天新地 因为那个世界太多的罪 要重新 神重新造新天新地 但是那个新圣城耶路撒冷呢 他没有受到污染 所以他就继续就直接进去了 OK 就好像一个出手的果子一样 就是 因为新天新地都是一个新的人了 那 但是呢 那个新圣城耶路撒冷 就是那些 名字在生命车上的 才能进去 所以你这样就比较能够了解 就是当摩西 他跟神讲说 从生命车上涂抹我的名 摩西不是说 我要下地狱 我不要救恩 摩西说 我可以为了他们的缘故 我可以不要奖赏 OK 不需要得到永恒的奖赏 但神说 那个跟你没有关系 奖赏是我决定 OK 他不是说 因为没有人 没有人勇敢到那个地步 说 哎呀 我不下地狱 谁入地狱 不是这样子 只有地藏王才有 所以他一直在地狱里面 我为他觉得很难过 那 所以呢 他说 他所说的就是说 他所说的其实基本上就是说 神你可以不用给我赏赐 就为了我百姓的缘故 神说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t I'll make that decision 可以啊 你的题目是什么 没有受洗的人 他的名字会不会在生命车上 是不是 OK 我自己的相信 生命车呢 跟得救不得救 没有关系 我觉得你信耶稣的人就得救 但是呢 你其实现在很容易 你把所有生命车的经文全部 调出来一起看 你会发现呢 其实最清楚的就是 21章的这节说 只有名字写在高阳生命车上的 才得进入新生成耶路撒冷 所以 那他在 他在20章里面提到说 那个 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车上的时候 他就被扔在火符里面 那是因为他在审判这些人 这些人的 这些的人的这个 按照他们的行为 那行为有罪 对不对 那他们又没有信耶稣 但他在扔下他们之前 再看看他名字有没有在生命车上 反正基本上你没有信耶稣的名字 绝对不可能在生命车上 不可能的事情 生命车是那些 实际上在真理的人意跟 人爱跟信实上面 有成长的 是一些成长的 一些有清楚 除了清楚得救一样 以外还是操练 他的人意 道德操练得很好的 所以才能够 才能够记载在生命车上 所以希伯来书才会说 你们早就应该离开 得救道理的开端 但是你到今天还不懂得 这些人意道 在主里面的 这些成熟的度 你都不知道 你还是一直停留在 当信主的那个情形 因为你一定要信主 你要更加的成熟 不然保罗神 不然你们将来怎么样 能够审判天使 你将来怎么审判世界 连基督徒都搞不清楚 连欠人家钱 需不需要还都搞不清楚 有很多人说 你基督徒欠人家钱不需要还 因为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了 所以你什么都被赦免了 所以你们多少人就说 很多人就提到说 有一个人 有一个 以前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 都是很辛苦 走路走好远去买一桶牛奶 然后外面很冰灾 拿到半个小时 然后家里 手都冰得很 那牛奶又是冰的 所以呢 你知道有时候就跟人家借车 留学生没有车 像你们现在每个人都有车 我们那时候没有车 跟人家借车 那有时候 那你 那个新信主的小弟兄跟你借车 你是查经班的主席 你借不借 OK 那 花生车祸的话怎么办 谁赔 OK 所以这个弟兄就跟 就跟淑妙借了 淑妙说 好 借你 可是呢 你想一想 还是要稍微跟他劝告一下 说你要小心一点 你不要 开车不要去撞人了 你要小心一点 这个在美国 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就 借了以后 这个小弟兄就很紧张 因为人家的车啊 就越紧张了 也有问题了 就是车子就去撞电线杆了 那撞了以后怎么办 所以跟人家借车 就是因为没有钱 对不对 所以他回家以后 非常难过 那怎么办 祷告嘛 叫祷告 主耶稣 我今天做了这么愚蠢的事情 主啊 你要帮助我 你要赦免我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感动 主耶稣是 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他就去跟淑妙讲说 我们保险我今天撞坏你的车子 但是我一直认罪祷告 主耶稣提醒我说 你若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你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你一切的罪 洗净 洗净你一切的不义 所以我已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那 神已经洗净我一切的罪了 那怎么办 那你 那 对啊 他已经洗净他一切的罪了 因为他就是因为没有钱才需要跟你借 OK 所以你这是查经班的主席 你怎么办 对啊 是你自己要接他就自己赔了 那所以你就以为说圣经的教导就是这样 所以以后基督徒没有人愿意借东西给你 因为这个负担太大了 其实他的那个保险 有时候借人家应该是偶尔借应该没有问题 偶尔借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譬如说这辆车是我跟我太太在开 我只保我没有保我台 那就不太对 但你基本上 既然偶尔借其实是cover住的 是有cover住的 你可以去问你的agent 去问看你的agent 看看 所以这个基本上不是 不是那个insurance公司的问题 而是说你要不要他赔 这个时候他已经认罪悔改 但他需不需要赔你 ok那你就要看了 看圣经怎么教了 所以我说你要是这个都搞不清楚 那你将来你怎么审判世界 你将来怎么审判天使 okok好 你要是要不要下次再考试 跟他们有怎么回答 ok好 所以呢 Bema S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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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讲那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那个审判 那个希腊文叫Bema S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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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dgment the Christians will be judged before Christ In the Bema Seed of Christ 在耶稣的台前受审判 现在已经开始进入 这个忘掉的时期 零后五章十节 哥林多后书 十章怎么会变成 五章十节 他说你看 第九节 他说 第十节 他说因为我们众人 这里的众人就是指着基督徒 必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这个呢是基督徒受审判的地方 那他审判是什么 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他审判的标准是什么 本身所行的 什么叫本身所行的 就是你的什么 行为 审判你的行为 你说 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 怎么会因着行为受审判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是圣经讲的 这不是我讲的 对不对 有没有想过 what's going on 得救 对 对 非常好 那这里 审判行为是什么 就是得奖赏 对不对 假使你是得救以后 但是你从来没有任何的善行 就是你就是得救 但是呢 不会有很大的奖赏 懂不懂 就像譬如说你今天 你今天假使说你 你现在就去见 假使你现在就去见耶稣 你说 那看到保罗在那里 那时候你等一下 我等一下穿跟你一样 荣耀的衣服来见 会不会 你觉得你到天上以后 你会不会跟保罗得到 完全一样的荣耀 我在想 你可能比他好 可能比他不好 对不对 为什么 就看你的行为 看你信主以后的行为 对不对 看你信主以后的行为 然后 或善或恶受报 报是什么 reward reward what does the english say each one will receive what is due him what is due him ok 所以 each one will receive what is due him 就是说 他该得的 他就会 接受 会得到 他该得的 就会得到 所以 所以你看那个 你看 再给你们 看一下 以弗所书 第二章 第八节到第十节 那就最清楚了 efficient chapter 2 verse 8 to 10 efficient chapter 2 verse 8 to 10 那个 谁要帮我们念 那个班长 Michelle 八到十节 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OK 所以我们一般呢 我们在讲到的时候 是讲到八节到九节 对不对 他说是你们得救是什么 是因着本乎恩 也是因着信 所以我们讲到因信 称义嘛 对不对 这不是什么 你的行为 是神给你的恩典 所以呢 所以免得你有什么自夸 你今天要是得救的话 没什么好自夸的 OK 那 那 问题是 圣经还有第十节 我们常就不讲第十节 那第十节他讲到什么 你得救以后怎么样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我要叫我们怎么样 行善 就是按照我自己心里所想要 行的去行 对不对 对 对啊 不是 对 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我爸爸妈妈要我做的 不对 OK 就是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我太太要我做的 就是要我们行善 就是我决定要做的 那是什么 神要我做的 所以换句话讲呢 神先拯救你 让你有行善的能力 然后呢 因为他要建造他的国度嘛 所以你开始去行的时候 是按照神的心意行 不是按照你的心意行 Right 就很清楚了嘛 好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会有reward 为什么 因为 神给你有一个方向 好 所以你看那个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他说 第五章的第十六节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界邪恶 现今的世代邪恶 爱惜光阴的意思呢 他原文是叫redeem the time 对不对 你们看英文叫redeem the time 对 事实上redeem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以前已经丢掉了 现在把它赎回来 所以你可能呢 就是到四十岁以前呢 你都是按照自己的行为在活的 现在你忽然发现 我只剩二十年可以活了 假设说你活到六十岁 可能 我相信你们可以活久一点 但假设你能够工作 有效的工作直到六十岁 你现在只有二十年 可以为神而活 所以你要怎么样 redeem the time 过去四十年都是烂灰掉的 过去就是打 打拼啊 都是赚钱啊 都是这个买地卖高啊 都是这个 这个东西懂不懂 就是你耳鱼我诈 这样子赚钱了 但你发现 他说你浪费太多时间了 这些耳鱼我诈的东西 将来得不到什么奖赏 所以你想不得了 我要redeem the time 剩下的二十年 我要按照神的 给我的那个方式 我要赶快去活 所以因为将来能够得到奖赏 所以你就看到 其实我们得救是本福恩 因着信 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 免得要人自夸 但是得救以后 神说你是part of 他的kingdom building的 重要的材料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信主应该早一点 信主因为有很多事可以做 将来能够有赏赐 我们休息二十分钟 OK 那我们就继续 可以吗 好 好 好 没想到 哈哈哈 把我 因为 都 我 但是 我 说 我 我 这样 我 我